大家好,我是卡姐 卡姐今天又来到Granford Island 所有来温哥华的人都想在这里玩一玩 去看一看地方,来打卡,拍照 但卡姐在家里,又可以踩单车过来 也可以坐小道轮,过河 行路的风景非常漂亮 这个桥底种满了很多花草树木 很让眼,这里有很多小孩玩的披寒 也有玩水的地方,游乐场 甚至在几十年前,卡姐小孩都在玩 它上面有个游乐场,我没有进去 现在看看它还有没有在 以前带小孩去玩,真的可以玩半天 这里附近有很多低密道公寓 非常漂亮 这些公寓真是迎着水边而见的 开窗就是水 这个水池种满河花,河花很漂亮 这里的房子真是旺中大静 寄近住一个很著名的旅游区 也在旁边这个环境 建造这些低密度的公寓 很多我相信早前是一些退休人士在买 很多人的认知就觉得退休了 要down size 要搬去公寓住 或者是很多东西是省得就省了 其实据我所知在Vancouver 退休就算搬去公寓 那间公寓是很有质素的公寓 很多退休的人 其实更多的时间在家 他们更在乎那间家的质素 如果自己没办法就没得说了 如果自己是允许的经济条件 都希望算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地方 出来买东西、吃东西或者去运动 都比较是方便的地方来居住 其实在温哥华市中心 海湾的两旁都有很多屋 有些屋的质素都不错 刚刚看到那个荷花池 这些屋真的不错 他走出来对面就是Granford Island 他走出来买菜、喝咖啡 每天都好像在这里度假 所以就不是说退休 就要过一些生活 要很简单、简约 其实我也很想找一个时间来说 简单和简约是两回事 到了人生的下半场的时间 真的要随心所用 一定要利用好自己的资源 去过好每一天 刚刚看到有一斗鸭仔 乌鸭想去吃鸭仔 这些鸭仔在海边的树桩 可能刚刚出生 出生没多久 这边有只鱼鹰 我们刚刚和两个白人太太 想赶走那对乌鸭 现在乌鸭走了又来到鱼鹰 不知道它是不是会吃鸭仔 很担心 现在它们下水了 但是这么小只 它们不会游得很远 它们一定要上回来 上回来 我不知道现在有一只乌鸭 这里有一只鱼鹰 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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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怎么样 我今天来这边 主要就是 再和大家去搜寻一下 我们温哥华 还有买斑点虾的地方 这里就在Granford Island 和Granford 桥和巴拉桥 中间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虾巴仔 等一下一点至两点 就有那些鱼鹰卖 所以我今天就过来 喝咖啡 顺便等一下 就去买些虾 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看一下哪里 都可以买些虾 还有这里还有一些 可以买鱼 平时这个码头 很令我担忧 那一家鸭仔 只是一个鸭妈妈去守护住 爸爸不知道他在哪里 但是这个乌鸭和这个鱼鹰 鱼鹰可能都不是那么大兴趣吃他们 但是乌鸭是杂食的 很担心 很担心 但是下不了这个摊 在我视频上两集 我也有说过 就是见那些加拿大鸭 见到他本身是有一大兜鸭仔 最后我见到他只有一只 我的父母守护着他那个鸭仔 真的很紧张 很紧张 我在想为什么会只有一只 我现在我明白了 平时我就没有那么留意 现在一群那些加拿大鸭过来 会不会帮他守护他们呢 在野外生存 有时候真是很无奈 对吧 对 他担心啊 很担心啊 那些鸭仔 如果被那些乌鸭吃了 就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温哥华这个Granford Island 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餐厅 每一间餐厅都吃一些不同的东西 虽然是西餐 但是你慢慢去看他的菜 很多东西是不同的 那我就很多时候过来 就吃晚餐 或者是最常见呢 就是过来呢 就买杯咖啡 坐在一个河边里 一边欣赏风景 一边在那喝咖啡 很捨异的 正餐能便宜多少 便宜很多 但是他正餐没有这些餐 他正餐没有这些餐 他这个餐就是下午茶的餐 可能那个size 分量小小的吧 对 分量不多 但是呢 但是呢 就是这种像snate 小吃的这种 刚刚又遇到两位 踩单车的朋友 平时约在一起去踩单车的 他们又来到这边 那我就说 不如吃东西吧 那咖啡姐 你最熟这边 那我就推介他们来 这一间 在河边的 橋底下的这间餐厅 风景挺漂亮 旁边就是游艇码头 那我就说 现在呢 那些西餐厅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唐人的 叫做下午茶 那他们西餐厅 叫做happy hour 那喝酒啊 和一些餐点呢 他就以一些很special的餐厅 和那个份量呢 你可以叫小份点 那大家share 吃就不同味道的 那他们呢 平时很少吃生的东西 也都很少吃这种西餐 那那今天我们就叫了 海鲜意粉 炸哈利比薯条 和生蝗 我也是在这儿 给这儿照一下 对 从来没有从这边来过 可以 你在这边来 你不进去吃东西就可以了 哦 可以啊 可以啊 这两位单车友 那就是 一齐出来去踩单车 那就是 他们是北京来的 那各自都 当餐呢 买到一些全海景的单位 那他们 那都是 单身的 那他们就很喜欢 约出来 去玩啊 那这样 那有时就去吃东西 那这样 叫阿卡姐 如果你有什么好介绍 就叫我们啦 那这样 那我们呢 就自自然而 很多时候呢 是啊 去吃东西啦 那我们一起啦 那这样 四海之内 街兄弟 是吧 二手船 嗯 其实不贵 是吧 你找 找他拍的位置就贵了 对啊 我刚才说这话 嗯 买不贵 两个游艇码头 我有两个游艇码头 就在我门前 就在咱们楼下那里 对啊 我们我刚开始的时候 就那时候就买了 很好租的 你知道吗 是吧 嗯非常好租 现在多少钱 30多万 肯定不行 40多万 你现在七八十万都没有啊 你看你拍什么船咯 我是两个大船的位 是吧 我最小的那种 最小的那种 现在都有五六十万 哇 因为你市区的拍船位不多 咦 咦 啊 a lobster man 对啊 看看 我这两位朋友呢 他们都很懂去投资 在国内移民来到温哥华 都在房地产上 投资 买一些宅宅 或者townhouse 出租 都是有些 就是 将自住的屋 住几年之后 都在那里换 不断的 将它的价值 换大 换大些 换大些 换个location好些 都很聰明 现在呢 又来到这里 买蠔了 那我就教他 其实这只蠔 这块是蒸来吃 是很好吃的 我们三个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年纪 就退休了 大概是四十到尾五十岁了 那我们就开始是过一些退休生活 无论你单身的女士也好 什么人也好 善于投资才可以提早退休 还有过一些比较舒适的日子 我们很多时候出来 去吃东西 去骑单车 甚至去一些海岛里旅行 这样 只要那些时间夹得到 都可以随传随到 都可以去玩 其实到了这一年纪 我们一定有不同的几班朋友 都可以轮流去玩 去打球 去吃东西 去吃东西 去旅行 聊聊心事 是很需要这些朋友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买了些蠔了 买了一单 三个人分 那我们各自都是自己吃的 没什么所谓 现在就回家了 要蒸蠔了 今天咱姐去买班点虾 谁知这部虾船就没回来 没办法拍到给大家看 我今天想拍一拍另一个地方 去买虾 今天虾船就没回来 我不知道明天是否回来 但今天真的没回来 那我们呢 就和两个朋友一起 一起 后来就在Granford Island 我们吃了个餐 喝了酒 之后呢 又顺便去买少少蠔 去这一间 大家都好 知道这一间的地方 的了 电话 什么都在 不坏啊 Ka姐在这儿说 老华桥叫她做龙虾佬 买了几只蠔 今天就是一个人吃饭 他又给了一包冰我 这些蠔 现在就蒸了 蒜蓉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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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你开了去蒸也可以 有些人呢 就喜欢开了来蒸 有些人呢 就这样整个放下去蒸 两把都是开蠔的刀来的 是不同的样子 两把都是的 如果你要开了去蒸 你也可以这样开的 在这些地方开 在这些地方开 但是呢 你说我不够力啊 开不了啊 那开不了呢 你就不需要用这些蠔刀了 因为我们不是吃生蠔 我们是吃蒸的蠔 现在水滚呢 就整盘放下去蒸就可以了 蒸多久呢 水滚之后呢 大概是十至十五分钟左右 那你看看啦 你如果不开 就再蒸它一会儿就开了 就是这么简单 那如果你说 我要开了来蒸 那就用这些蠔刀 我有两把蠔刀的 那我今天呢 我就不去开了 因为我今天 卡姐走了一万五千步 好累啊 不想再那么辛苦了 那现在呢 就做了才给大家看一下 那就可以剁了些蒜蓉之后呢 就或者一些辣椒粒啊 那放上面呢 就蘸些熟油下去就可以了 就OK的了 蒸熟了那些蠔呢 那就很容易开的了 那些蠔壳 那现在呢 你就放些调味上去的表面 就可以吃得了